要为您敲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屏东市区的西市场赛超早传出 有一名男子随机砍人 造成两名男子一死一伤 目前警方已经将嫌犯逮捕了 正在了解相关的动机 我们也会持续的带您来锁定 而继续把镜头转回国 那要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您也被这次的宜兰地震吓到了吗 专家解释说 这次的地震是属于影墨带地震 特色就是深度很深 对地表破坏不大 可是感觉却很明显 不过如果能量释放不足 就会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现 一直到能量平衡为止 气象局也警告 未来三天之内都必须小心防范 观光局向山观景台监视器 记录下台北101摇晃恐怖瞬间 而气象局的预测更让人心惊惊 不排除未来三天 还有规模超过四以上的地震发生 宜兰南澳乡24号第一震 规模6.5 深度66.8公里 是近50年来最强地震 紧接着隔壁大同乡 出现规模5.4地震 深度也达67.3公里 有专家担心 台湾进入影墨带地震活跃期 未来发生规模7到8以上地震 不是不可能 影墨带地震发生的现象 就是有这样的特性 它就是地震发生之后 它如果释放的能量不够 它会马上很快的时间 它会再做一次能量的释放 如果还不够 还很快还会再释放一次 当然影墨板块就是因为它影墨 它已经潜入到整个地壳 地寒下面去了 它所有的深度定义的深度 大概都是在40 50公里以下的 一个地震活动 那这类的地震 其实在台湾的一个地震活动 是很多的 全台今天一阵 影墨带成了热搜关键词 专家解释 由于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板块 相互碰撞 较重的海洋板块 没入较轻的大陆板块之下 这个区块变形剧烈 影墨造成摩擦的过程中 导致地震频繁 位于两个板块交界的台湾 自然很有感 板块就是这样子影墨下来 所以会沿着这个发生很多的地震 那这次地震就发生在这里 这张图记录了 从1900年至今 台湾历次发生的地震规模和位置 从大小不一的圆点 所构成的轮廓来看 的确就是影墨带作动轨迹 在越深它的距离 我们地表就越远 那越远的话地震的地震波的衰减就越多 那当然它在地表上感受到地震动 当然就会稍微低一点 那当然如果影墨板块它错动太大的话 它也会造成大规模地震 也是会造成伤亡的 影墨带深度很深 多半超过30公里 对地表破坏不大 但为了预防地震带来的破坏 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几年前已开发出防震平台 让地板有错动空间 就能保持平衡 许多高科技厂房 博物馆和研究机构 已广泛使用 专家认为 目前无法断言 台湾是否进入大地震百年周期 但地震必然发生 做好防震仍可避免灾害 其实的时候不是有很多 花莲一堆群震 那哔哩啪一大堆 那可是它基本上是 还是没有破坏地表 那基本上破坏地表的机会 其实相对比较小啦 我们现在统计1999年的91 然后在2018年的花莲地震 这其实已经建了将近20年 那甚至说在2016年的美农地震 它其实都没破坏地表 它真正产生的灾害是 那个房屋的倒塌 气象局表示 这波能量释放还没完 未来几天内 民众仍要提高警觉 TVB新闻 罗士鹏 戴源丽台北报导 这次宜兰南澳的地震 也让台北地区出现零星的灾情 像是屋林超过50年的老旧建筑物 钢筋水泥可能有损毁 再加上当时的耐震基准规范比较低 所以一旦爆发规模5以上的地震 恐怕有倒塌的危机 专家还提醒就是因为台北 也有山脚断层属于活动断层 真的要及早做好耐震补强 一连两起规模6.5和5.4的 引摸带地震 全台有感剧烈摇晃 尤其大台北引发的盆地效应 体感震度感觉晃更久 这起发生在宜兰南澳的地震 台北震度四级也出现了零星的灾损 上市物流已经超过50年的 南机场公寓 手扶梯也震出了状况 这也凸显了老旧住宅 能不能耐震的问题再度浮现 因为台北盆地有山脚断层 它也是属于活动断层 一旦爆发了后果不堪设想 几万年来几千年来都已经有活动的迹象 所以我们把它归为活动断层 大概是从三峡 这一带沿着林口台地下面 经过回隆 芦州 关渡 然后进到阳明山 然后从金山的平原的北边出海 我们认为担心的地方 就是它也很宁静 整个大台北盆地 台湾三大地震带就属东部最频繁 东北地震带受到冲绳海潮扩张 深度相对浅 而西部地震带中双北断层也值得注意 距离上次爆发也已经有300年以上 加上台北人口密度大 高楼多灾害也相对大 它发生地震的位置会十几公里 所以那个就是属于极潜层地震 如果万一真的地震发生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地震坡直接就到达台北盆地 那个灾害就会很严重 当然如果规模更大到5点多6的话 那大概台北盆地的很多房子 大概就承受不了就是了 还有合一厂合二厂 所以合一合二厂的庭建来讲 不延长要说明 这应该是其中原因之一 因为它太近这个断层了 以地震周期来看 先是会出现陆地中大型地震 接着进入大型影墨带地震 而台北上次发生影墨带地震 是在1909年 地震规模达7.3 正样未在新北市中和 已经超过百年没爆发 专家也提醒大台北不可不妨 这种影墨带的地震 对台北所造成的 这种的冲击 不如这个浅层的 像三角断层的错动 所带来的冲击那么大 在花莲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因为路径的效应 还有台北盆地的效应 那这个加成起来 那对台北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台北屋林超过30年的老灾 占比大约37% 国家地震中心研究显示 一旦发生规模6.3以上的地震 恐怕会有4000栋房屋有倒塌危机 我们现在在执行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希望在各种不同的建物上面 放地震仪 我们都就可以把各个大楼本身 摇晃的程度做一个回归 对于大楼本身 它在10楼20楼 它可能产生的这个摇晃的程度 做一个预估 我们在全国来讲 安全系数数大概都是已经到0.33G 就这个越高安全越好 对不对 那川北只有0.22G 所以低了一级 所以那个理论上是不应该 专家强调超过30年50年的老旧建筑物 因为当时的耐震设计基准比较低 加上屋林老旧 钢筋水泥都可能有回损 地震何时要来无法预测 只能加快脚步针对围老建筑做补墙 才能降低载损 TVB的新闻 陈如涵刘一军台北采访不到 事实上全台湾真的有许多围老建筑 如果灾大地震来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造成损伤 像过去的台南大地震 或者是围观大楼倒塌 以及花莲大地震都是案例 专家表示 现在透过一些建筑补墙的工法 可以有效强化建筑的耐震度 而政府也推动围老建筑强化 当年这一阵震垮了围观大楼 摆来条性命葬送于此 像这类围老建筑就怕意外来 如果墙震一到 不够扎实 伤害很严重 因为现在老旧房子很多 地震也常常发生 民众都有很多补墙的需求 我们有很多这种携车的补墙 或者是增加这些异墙的一些补墙 我们都可以应用在大量的 住宅建筑物上面 到底能够减灾多少 我们现在通过测试来看到 一样的力道去摇晃 可以看到有携车的这样的建筑 是不太会摇晃的 但是没有携车的建筑物 就会不断的左右摇晃 来看到实际的建筑案例 这样一个这么大的携车 放在建筑里头 在地震来时 的确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灾水 做了补墙效果差很多 实验看得出来 加了携车的建筑 耐震高很多 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项手法 研究中心表示 建筑巡检分为初步跟细部 一开始锁地一楼结构 分析承载力道 细部则会请专家详细调查 找出合适工法 初步评估是做一个 比较简单快速的筛选 那真正筛选出来有问题的话 就需要请专业的技师 或者是建筑师 来做这个所谓的耐震详细评估 像是花莲这个个案 本来结构不是很稳固的 一楼停车控墙 透过RC结构强化 马上把安全性大大增加 而在台南 像这样的骑楼设计非常多 但支撑结构都不过稳 通过钢筋补墙 强化梁柱数量 能把建筑耐震力加强 灾害来时也能提升防护效果 在花莲有三个案子 在台南有两个案子 其实都透过我们的相关的补墙 我达到让他能够 像这一次的大地震 其实在那边的居民 就住得很安心 在还没有进入到都更为小之前 那如果民众能够来选择 这个叫做阶段性补墙 我们所谓的弱层补墙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推动的话 那也不失为说 以一个最小的成本 能够获得最大的安全的保障 为老重建内政部营建署 2017年5月公布法案 政府提供容积奖励 费用补助 税务减免等优惠 按键数来看 2018年核准72件 2019年核准313件 2020年到11月底 核准1112件 呈现翻倍成长 费用补助最高可以补助450万 若建物被评为急需加强的危险等级 补助比率还能再提高 为了公众安全跟建物结构 内政部通过都根修正法案 都根案内危险建筑物 可以免除地方政府代差的协调程序 并提高容积奖励 最高可以达到原容积的1.3倍 毕竟危老建筑若没有妥善评估强化 灾害来时 伤亡几率大大提升 地震发生的那个事件 如果是在那个 大家做晚饭 或者做那个中餐的那个事件 那个引发那个火灾是很有可能的 以前日本关东大地震 它刚好就是在中午那个做饭的那个事件 地震没人能预测 为了安全着想 推动法案 奖励更新 这围绕强化工程 势在必行 T月新闻夜线红蓝月明台北采访报导 继续再来关注的就是台湾目前本土疫情稳定下来 但是面对接下来因应春节的防御旅馆 或者是集中检疫所的量能 够不够能够因应过年时期返向的人潮呢 指挥中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方案 再请一轮带我们来了解 台湾在5月中疫情爆发之后 对于很多的限制都变得更严格 像是如果您是从国外回来的 就必定得入住防疫旅馆以及集中检疫所 所以过去像是居家检疫的就通通不行 那现在台湾到底在检疫上面的量能有多少呢 防疫旅馆有2.6万间 集中检疫所则是5600间 但是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很多人一定会返台来过年 那今年预估将会比去年春节 入境的3.1万人还要更多 所以检疫处所的量能 恐怕会面临不足的情形 现在立法委员当然有接获到很多陈琴 因此就在立法院问到了陈时中 说农历新年返台 现在防疫旅馆都是额满的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些人总不能叫他没地方住吧 这个规划何时要公布 指挥官陈时中就说 其实居家检疫会考虑 但如果直接回家来隔离的话 还是会有点怕怕很担忧 那他也给了一个时间点 目前正在思考规划 那预计在两周之内 会公布相关的规划 好 继续来关注 台湾的健保制度 真的相较于其他国家 是相对完善的 像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治疗的费用 真的是全部由国家来承担 摊开数字我们带您来看看 如果是新冠轻症治好的话 光是每个人的平均医药费 大概就要80万元 而至于一位重症者的花费 目前最高的记录 大概就要7位数字了 而从这个治疗费用 中央补助到私疗的 医人保险支付 都是涵盖在里头 而且如果再加上了 人力 防护 设备等等的 这些隐形成本 费用可以说是相当惊人 上百人间隔好距离 一列一列整齐有序 观察时间到 确定没问题的带队离场 下一队伍紧接着补上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 是台北花博 珍宴馆 现场满满的人 都是要来打疫苗的 全台医疗院所 还有大型接种站 都加强量能 要来冲高疫苗的覆盖率 而现在根据最新的统计 还有三成的民众 还没有打第一剂的疫苗 虽然说打疫苗 不能够百分之百 保证你不会染疫 但是却可以大大降低 重症的几率 如果是无症状或是轻症 基本上就是以观察发展为主 高比例的人会在这阶段 就能获得改善 但若是中度病患 有胸闷 咳嗽 呼吸喘等不适症状 S光也有明显能够看出肺炎 而呼吸没有缺氧 就会是以单株抗体来进行治疗 以防止病情恶化 再不幸加重成重症 病人体内的血氧浓度 小于94% 呼吸出现困难 甚至呼吸衰竭 甚至出现败血症的休克 就必须送进加护病房 呼吸的照顾 它有很多的步骤要去做 包括呼吸器 氧气的供应 呼吸器的使用 然后重症的照顾等等 它都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花费 尤其现在要用一些新的药物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现在所有的药物都是非常新的 尤其是针对这个疾病 重症应对 一旦启动 不止烧体力 还是烧钱的开始 启动抗病毒和抗发炎的药物 除了采用高流量氧气设备给氧 同时包含了瑞德西韦 是一天注射一次 连续五天 花费落在三到四万元 加上低剂量的类固醇 以及细胞激素 只要给一个剂量 价格就要三到四万元 同样不便宜 每日的平均医疗费用约为1.7万 只要两三天的时间 可能就是一般工薪阶级 一个月的薪水 我全身的防护那一套 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费用在里面 然后这时候 我还要面临到说 我要去挑战这么一个恐怖的一个疾病 那目前来讲 唯一的补偿的方法 就是以费用补偿进去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非常隐形的一个花费在那个地方 不是那么轻松就可以 就可以说啊好吧 就是结果就是这么便宜 我需要越便越好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尤其在初期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自5月11号到10月18号 公布的本土和境外确诊 共15137人 依照WHO的严重度分类 台湾大约有18.1%的微重症 等于有2740人 是要进加护病房治疗的等级 至少住一日加护病房的话 乘以1.7万元 基本花费就是4658万 全民建设是大家一起付一大笔钱 然后负担掉大家的风险 那在新冠的疫情上应对也是这样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得到的是台湾接近清零 然后我们可以相对于别的国家 我们这个社区的经济可以几乎是正常 疫情还在全球烧 眼看已经要迈入2021年底 城市中一句 11月2号不会降级 坚定的肯定口气 更透露台湾没有放松的本钱 从个人到全民 做好防疫就是上上策 台湾外海有着密密麻麻的 竹制磕棚漂浮在海上 光在台南就有9000多个磕棚 上头加起来共有十几万个以保利笼服具 那么环团统计每年3.6万到6万颗保利笼 流失各地造成污染 而这些保利笼类的发泡塑胶 就成了最大的污染物 好几大盆科苗准备送外海养殖 靠的就是这一些竹筏科棚 竹筏叠在一起 每年养科技一道就得重新组装 再利用12块左右的保利笼作为服具 光在台南就有9000棚 靠着竹子跟保利笼服具漂浮在海上 这种养殖方式又称为伏法式养殖 每年为台南创造6亿元产值 但因为保利笼容易磨损破碎 会出现大量微塑造碎屑 我现在的位置呢 在台南南区龙岗海岸步道边的防风林里头 这里不只有树有草 还有大量的保利笼块 这些都是今年被海水给冲上岸的 志工说了其实呢 他们每周都来清但仍然清不完 因为你可以看到是现场有大量的保利笼块 大块的小块的数都数不清 这还是我们肉眼所见 见不到的地方海多着 这里是曾文西口南岸的海堤 在海堤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保利笼 华安团今年走访全台记录海洋垃圾组成 台湾沿海垃圾彰化云林澎湖等地 有超过6成海洋垃圾都是养殖类鱼具 新南部的养殖科棚 甚至随洋流漂到东北角 缺者估计每年拥有3.6万到6万棵流失到各地 造成严重的海洋白色污染 因此明年起台南全面禁用保利笼 并补助改用PE硬式塑胶或EPP发炮聚饼锡 保利笼成本1块130元 新市符具1块700元 价差快7倍 即便前三年有政府辅助 但之后科农想到就头大 幼贵 最主要是说这东西的福利比不上保利 福利差也没比较环保 幼贵是科农主要一律 为解决问题台南牡利产业发展协会 从去年起开始研发出HDP高密度聚乙锡做成的科棚 有称黑管或许是一性解方 它现在的一个材质这是HDPE的材质 包括这个管也是一样HDPE的 HDPE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叫防腐石 耐壮 黑管相对环保至少能用20年 只是一座黑管科棚要20万 跟现行的2万相比 科农难以负担 它单价高 如果没有政府来协助的话 一般科农 它是没有办法去改善的 环保的问题 我们要能够持续 要能够永续 这样才可以 但目前只要5盆而已 对 保零楼明年在台南 全面退涨是好事 但换成的新师傅 却仍被环保人士诟病 黑管目前也只有政府及少量补助 究竟该如何兼顾 渔业发展和生态永续 政府还得加把劲 TVB的新闻成绩王卫婷 台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